你是否知道 那些让你变漂亮的化妆品背后 其实隐藏着一个 攸关性命的秘密。 如今化妆品的品牌 与种类多不胜数 但即便作为一种 让人变美的物品 它背后也有特别丑陋又黑暗的一面。 你好,我叫艾佑 今天我们为你揭开 化妆品商家不想被你知道的 可怕真相。 你还知道什么商家 不想泄露的秘密吗? 在下方留言让大家知道吧! 云母是一种造眼矿物 呈现六方形的片状金型 是主要造眼矿物之一 也是制造现代生活用品的 必备材料之一。 这是因为云母具有非常高的 绝缘与绝热性能 化学稳定性也很好 具有抗强酸、强碱和抗压能力 所以是制造电器设备的 重要原材料 它也能作为吹风机内的绝缘材料。 云母还同时具有双折射能力 所以也是制造 偏正片的光学仪器材料。 过去几十年来 云母一直作为 制造日常用品的材料之一 你甚至可以在一些 牙膏的成分栏那里看到它。 而在过去的几年中 化妆品行业对云母的需求 也是爆炸式增长 这是因为云母有 不同色调的偏光质地 所以当化妆品需要制造光泽感 就会加入云母 曾让别人看不出 自己有化妆的完美素颜霜 倒能让你在各大社交平台 收获一堆点赞的打亮笔 云母在这些化妆品里 是一种不可或缺的存在 但即便作为一种 让人变美的原料 它背后也有特别丑陋又黑暗的一面。 根据统计 世界上百分之六十 加进化妆品的云母都来自印度 而根据2016年 Thompson Raiders基金会的一项调查 印度超过百分之七十的云母 都是利用童工非法开采的 其中一部分甚至是产子 早已被抛弃的幽灵矿洞 而根据路透社的报道 在印度从事云母开采的人力 年龄最小的只有五岁 甚至有不少童工 在开采中不幸身亡 这一桩桩一件件的事情 都迫使整个美妆行业 进行道德反思 一些公司承诺与 印度的采矿区合作 建立可持续且透明的供应链 但英国的LASH公司 则采取了不同的做法 他们把产品中原先含有的天然云母 改造加入人造的合成云母 2018年LASH宣布旗下全数产品 均已完全未添加天然云母了 LASH公司的联合创始人 Rawinabert表示 虽然他也很喜欢闪闪发光的东西 但他不希望产品中 有着任何与死亡挂钩的东西 合成云母有更多种类的闪光 而且可以在颜料中得到 所以并没有一定要使用 天然云母的理由 但来自世界儿童权力组织的 ISL Saboglu则表示 这些导致现在状况的化妆品牌 应该担起责任重划供应链 并帮助当地社群重新站起来 因为云母是他们主要的经济来源 所以比起避免使用云母 这些公司更应该确保 你支付足够的酬劳 给那些帮助开采云母的家庭 云母的开采实际上怎么影响人们 尤其是当地的孩子们呢 就像IU刚刚提到的那样 印度的矿产资源丰富 其中云母的产量几乎达到了 全球垄断的重度 尤其是印度东北边的 比哈尔邦和贾坎德邦 贾坎德邦是一个矿产丰富的州 其中将近3300万的居民 大多数都生活在农村地区 非法且不受管制的云母开采 主导当地的经济 其实一开始发现 云母这个富有价值的矿物时 情况还没演变成现今这幅局面的 只是因为后来对云母需求量 特别高的苏联解体后 导致印度的矿业衰退 印度政府也就停止监控矿区了 加上1980年代印度政府 以预防森林砍发为名 将采矿非法化 但由于云母的需求 仍然存在 加上政府并没有确实地关闭矿区 也没有帮助突然失业的 矿工们找到新工作 因此矿工们只好继续 呆在矿山里非法采矿养家 我们都知道印度是 世界上人口第二多的国家 也知道这个国家 大部分的人都很贫穷 而根据2013年的统计 贾坎德邦有36.9%的居民 处于贫穷线下 因此当地的孩童 不得不成为童工 小小年纪就去打工赚钱 来补贴家用 当你走进当地的矿山时 你除了可以看到 闪闪发亮的泥土以外 你还可以看到 正在努力开采云母的孩子们 他们会进入到矿坑 将一框框 含有云母的沙土装出来 然后用绿网筛选云母 再将云母卖给那些 会从他们那里 购买云母的商人 那些商人会将这些云母 运送到全世界 Pujer Berla是一个 只有11岁的孩子 但他从8岁起 每天都在矿坑内 采集云母 化重点 每天 也就是说这份工作 并不是一份兼职 也不存在所谓的周修 虽然这样的工作 在普通人的认知中过于苛刻 但Pujer表示 如果他不来挖云母 他要怎么让餐桌上 有食物可吃呢 这些小小的矿工们 在挖矿的时候 常常会感到害怕 因为但凡矿坑坍塌 他们就会丧命于此 但他们别无选择 因为在甲坎德邦 以及比哈尔邦 这些云母附级的地方 并不存在其他的产业 他们只能以采矿为生 这就是在经济学中 所谓的资源诅咒 这种现象又称作 富足的矛盾 指的是国家拥有大量的 某种不可再生的天然资源 却反而形成工业化低落 产业难以转型 过度依赖单一经济结构的窘境 尽管甲坎德邦 拥有丰富的云母 以及其他矿物 但它却是印度贫困率 最高的地区之一 不过对他们而言 这一点钱就意味着 他们不用饿肚子了 根据世界儿童权力组织 在2018年公布的报告 光是从甲坎德邦 和比哈尔邦产出的云母 就占了全球产量的40% 而且估计有2万位同工 在这样的矿坑中工作 看到这些矿坑和孩子们 大家应该比较能理解 为何刚刚一开始提到的LASH公司 想要直接切断 与云母之间的联系 虽然我们都知道 雇佣同工是非法的 而且根据印度法律 未满18岁者不能参与 采矿一类的危险性行业 但是这里的孩子们 并没有其他选择 他们的家里 需要他们出去干活来补贴家用 而且在那些非法 经营矿区的人看来 孩童的手掌较小 特别是和 分减薄片一样的云母晶体 于是旺盛的需求 黑心的矿主 监管不利的政府 以及贫穷的居民 就形成了一条 充满邪语类的利益链 印度非法开采 云母的交易链非常隐秘 那些矿主会将矿石 卖给镇内的中介 然后中介再转卖 给一些大买家 而这些中介通常会选择 在该国另一个合法的 矿区将云母转卖 这些大买家买下云母后 就会将其出口制许多国家 一旦云母进入到出口阶段 它是同工们 开采出来的事实 基本上就会被掩盖了 虽然那些黑心商人 可以靠着隐秘的交易链 逃过各种法律制裁 但孩子们却逃不过 在矿坑工作 所带来的危害 长期在矿坑工作 进而导致各种呼吸道疾病 甚至会对肺部造成永久损害 但在矿坑工作 最可怕的 并不是这些慢性的伤害 而是坍塌事故 这里埃佑要和大家说 一个悲伤的故事 某天一位名叫Suma Kumari的女孩 和她的妹妹Lashmi 进入矿坑挖云木 结果她们挖的矿坑突然坍塌 当她们的母亲冲到矿坑时 就见Lashmi躺在那里 身上还压着一块大石头 她挣扎着将Lashmi拖出来 但Lashmi已经断气了 而Suma的脚则是留下了 一个永不磨灭的疤痕 虽然经历过这样的灾难 但是Suma现在依旧还在矿坑工作 因为她们别无选择 令人难过的是 Kumari一家的故事 只是冰山一角 据估计每个月都有 10到20名的孩童罹难 IU相信听完上述的 各种故事和说明后 大家现在都会用全新的眼光 去看待自己手中的 那些化妆品了吧 在我们每天所使用的产品中 基本上都有云木 它们通常是成分栏中的第一位 虽然包装上的成分栏 并不会告诉我们 这些云木是否来自于 那些使用铜工的矿区 毕竟与这些产品相关的供应链 都没有透明度 不过世界儿童权力组织 和一些非盈利组织都认为 如果消费者能够要求 产品的资讯透明 就能有效地减少印度当地 为了开采云木 而使用铜工的问题 虽然说消费者有一定的责任 但印度政府在这个问题中 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呢? 国家儿童权力安全委员会 早在2016年 就注意到云木矿区的 同工问题 并曾经向妇女与 儿童发展部反馈过 但妇女与儿童发展部的 部长 Rakesh Srivastava 在被问及 云木开采的同工问题时 他却表示就他所知 并没有这件事 大家是不是觉得很神奇 作用高位 却对这种可怕的问题 知之甚少 事实上在2017年 印度政府曾表示 将以合法化云木矿业的方式 以法律规范并监控 但直到现在 仍没有显著的进展 有专家认为 印度政府几乎没有资源 能够监控 并规范矿区的劳动状况 尤其化妆品的制造与供应链 是极其复杂的 尽管来自政府的 解决方案可能很慢 但当地有一项活动 正在为这些孩子们 带来一线希望 那是一个被称为 儿童友好村的模式 他们会将父母们 连接到新兴产业 并让他们得以赚取收入 如此一来 他们的孩子就不用去工作了 这个模式是由Kelash Satyati 儿童基金会发起的 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已经有超过3000名儿童 从同工中的噩梦 被解救出来 他们都被送去学校学习了 他们上学的学费 都是由一些政府机构 和私人企业赞助的 其中就包括我们熟知的 亚诗兰黛集团 亚诗兰黛全球企业事务 高级副总裁 Anna Klein表示 他们对于要保留 来自印度的云母 还是走向合成云母的道路 思考了很久 最后他们觉得保留 对公司来说很重要 因为保留就意味着 他们可以继续留在印度 直到这个问题有一个解决方案 对他们而言 这些从社区开始的 小行动尤为重要 这将会是一场长期的战斗 在解决整个问题的路上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角色和责任 Champakumari 在儿童友好村中 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 年仅14岁的他 就积极倡导解决同工问题 他曾经去面见了首席部长 并告知他 他们的学校没有足够的老师 因此所有的孩子 都无法正常学习 后来部长承诺将在几天内 安排派遣更多的教师 这样的行为鼓舞了许多孩子 早年他在矿坑工作时 他总是觉得自己的未来很黯淡 他也没想过自己有一天能够读书 现在他的梦想就是成为一名老师 也希望那些还在矿虚受苦的孩子们 都能够去上学 你还知道什么商家不想泄露的秘密吗 在下方留言让大家知道吧 希望你会喜欢这一集的影片 别忘了在影片下方按个喜欢 也可以订阅这个频道和接收通知哦 如果你喜欢这一集的影片 也请分享出去吧 感谢你的收看 这里还有一些影片 我们认为你会喜欢 我们一起到下一个影片 脑洞大开吧 拜拜